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愿我们一起在 儿童善经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儿童善经故事 救恩之宣广播中心剧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 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 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 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 天父上帝 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 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很高兴又可以跟你在空中见面了 每一次谈到关于以色列 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的历史故事 常常都会让大家混淆 到底是哪一个王跟哪个王在打仗呢 就算你不记得这些国王 小朋友也不用担心哦 我们更重要的是学习 天父爸爸借着这一些王 他们的生命故事 来教导我们的事情呢 因为信靠神 而顺利突破八十万大军的 犹大王亚比亚 很可惜 只短短执政了三年 就把这个改革国家的棒子 交给了他的儿子亚萨 亚萨接下这个棒子之后 知道父亲 他努力改善百姓的信仰 也希望恢复圣殿应该有的敬拜 盼望百姓真心的信靠 天父爸爸的带领 在他接下王位之后 他就大刀阔斧地 针对混乱的信仰 进行了改革的行动 他会怎么做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亚萨知道在上帝的眼中 他先祖大卫 是很棒的学习榜样 他就这样地去做那些天父眼中 看为对的事情 首先 他开始针对那些 有不恰当地崇拜礼书的迦南信仰 开始除掉这些神庙 把那些当中用娼妓的方式 来当作敬拜的这些祭祀人员 通通都赶出了国外 他也除掉了在那些庙里面的偶像 这些事 他之所以可以彻底地执行 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针对他的祖母 马甲太后 就开始废掉他的太后的位子 因为这个太后竟然带头 帮着这个当时的繁殖的女神 亚舍拉造了一个偶像 所以他不仅是废掉他的名分 还把这个女神这样给砍倒 丢到吉伦西这边烧掉 亚萨就这样开始了全国的革新运动 可惜的是他虽然很大力地推动 但主要还是在耶路撒冷 有一些在偏远山丘上的神庙 百姓却没有积极地配合 而亚萨自己却是对天父爸爸十分忠心的 他把他父亲献给上帝的东西 还有自己应该奉献的金银器物 每一分每一毫都交给圣殿 这样的榜样也确实带动了一些社会的改变 让国家渐渐地稳定、富强起来 就在亚萨统领犹大的时期 北方本来是耶路撒冷王朝的执政 就在犹大王亚萨在位第二年的时候 耶路撒冷的儿子拿达就接手做了北方的以色列王 但是拿达只统治了两年 他就像他父亲一样 还是做那些天父爸爸看为邪恶的事情 就是让以色列人继续地去拜那些金牛的罪 不要忘记天父爸爸已经有派过先知去警告过耶路撒安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他们家的王位就坐不稳了 家里的男丁也都会遭遇横祸 果然当这个接下王位的拿达 还在继续做那些不该做的坏事的时候 当中有以撒加的族人 亚西亚的儿子叫做巴沙的 他就设下了阴谋背叛了拿达 当拿达带着军队去围困菲利士的基比顿城的时候 借机就把拿达王杀了 于是巴沙就成为北国的新的以色列王 而且因为他是用计谋取得王位的 所以他一登机就赶紧把耶路撒安 整个全家的人都杀光了 让他们没有人有机会再来叛变夺取他的王位 这些真的也都照着田父爸爸 之前老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一样 伊罗普安的家族的人果然都这样子被杀死了 因此完全应应了田父爸爸的悬判 就这样的 犹大的亚撒王在位的期间 北国跟他常常一起征战的对象 就是以色列的巴沙王 这段时间因为南边有大国的亚撒王奋力自强 加上北边在政变还有一些动荡当中 有好多的人就从以色列开始逃向南方的有大国 而为了防止更多的以色列人往南边逃 又想要建立一个进攻有大的前哨战 巴沙王就派人在拉玛这个地方建筑坚固的堡垒 加强预备 同时也阻断有一些百姓想逃往有大国的路线 接着他就开始预备许多的军队 要从这个交通的要道来攻击有大国 就在有大王巩固了国家十多年之后 以色列王就开始大举派军进犯有大 也更加紧了拉玛建筑堡垒的工程 这样一来就让有大国一方面 在交通和外交的限制 另外一方面也面临即将开战的压力 这下子让有大国的亚萨王 不得不尽快地想出解决的办法 也好面对这样大的阵仗 这时候亚萨王似乎不像刚开始当王的时候 这么有信心和勇敢了 当亚萨王面对以色列大军压境的时候 他赶紧派人去收集在圣殿和王宫的宝库里面 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把他运到更北边的一个大马士革的城市 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这个地方去向他们求援 当时叙利亚的国王是变哈达 使者带着金银财宝到了那里 就对变哈达国王说 国王 请您在过去 我们的先祖曾经是盟友 让我们也结盟吧 这些金子和银子 就是送给您结盟的礼物 要请您和以色列解除了盟约 让他害怕你们 他们就会赶紧撤军回房 那个时候 他们就会离开咱们犹大的领土 不来攻打我们了 变哈达看着这满满的金银财宝 知道只要稍稍向以色列示威一下 那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了 他就马上了同意亚萨的建议 于是 变哈达一边派使者 宣布和以色列的结盟破裂 一方面 就让他的统帅们带着军队从北边 攻打以色列的城镇 由于整个以色列大军都已经南下准备要打犹大了 所以 他可以轻轻松松地攻下了 隐云 蛋 亚伯 伯玛加 以及还有所有在拿佛塔里 储藏货物的城镇 都被他轻松地拿下来 这下子可把以色列军队给吓到了 虽然他们的国土不算广大 可是一下子要整个回来救援 要通过这些险峻的山地 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呢 这个北边被攻击 和蒙约破裂的消息 很快地让以色列王开始紧张起来 古人立刻停止了在拉玛堡垒的加强工程 大军也停止晋级 赶紧转回头 回去跟叙利亚打仗 好保护自己以色列的百姓 并且夺回那些失去的土地 这时候亚萨王看以色列军队退兵了 就反过来向全犹大 召集所有可用的人力 去把以色列军队 匆忙离开拉玛的时候 留下了一大堆的石头 木材全都运走 反而拿去修筑自己的加巴 和米斯巴城 亚萨似乎聪明地解决了国家的危机 还趁着对方的混乱 把那些建材变成自己的堡垒 没想到就在亚萨王 得意自己的聪明的时候 先知哈纳尼突然要见他 先知一见到他就说 亚萨 你竟然依靠叙利亚王 却没有依靠天父巴马你的上帝 虽然 以色列王的军队已经离开了你 可是你还记得以前 古石和利比亚 他们都有强大的军队 和许多的战车 寄兵吗 那时候 你可是依靠天父爸爸 让他帮你得胜这些强敌 天父爸爸 会看顾和自力量给他 对他忠诚 有信心的人 但这件事 你做得太愚笨了 所以 从现在开始 你要不断地碰上许多的战乱 亚萨王听到亚拿尼的话 更加恼羞成怒 干脆就把先知给关了起来 从此 他的性情也越来越变化 还做了好些 虐待百姓的事情 真的是太可惜了 亚萨本来是一个很棒的君王 甚至因为他的作为 天父爸爸也曾经给他一段 非常太平的治国时期 在当中 亚萨也经历好几次 天父爸爸为他得胜的经验 就是先知亚拿尼所说的那些战役 而亚萨的晚年 很可惜 被这些成功的骄傲所胜了 忘记天父爸爸的帮助 那时候他面对古代的大国 古时 就是现在的伊索比亚 他们曾经是那时候 比美埃及的大王国呢 小小的犹大 却居然可以打了胜仗 又能够跟当时的利比亚对抗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后亚萨听说还是生病死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下次儿童圣经故事再告诉你哦 别忘了要继续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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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爱小孩想爱我 我 我 耶稣是爱小孩想爱我 我 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孩想爱我 我 我 字幕 李宗盛